不能我们做什么,念念都只为众生,却不为自己。 在我们心中,真的关于自己的只有一种事情, 那就是求生习放极乐世界。 现在又过了一年, 我很欣喜,因为我知道, 等我回到极乐世界之后, 我就是无量寿了。 所以对这个世界要看破,要放下。 我们要一切熬药, 我们要为一切众生的福祉, 成当使命。 同时,不要忘记导规极乐。 到了极乐世界,我们的生活空间, 才真正地是扩展到, 继续空变发起。 没有局限,没有边际。 今天,我们在这个地球上, 所有团结的知识是几个宗教。 当我们到了极乐世界, 我们的视野就确定特展开来。 我们会轻易见到祝福如来, 在无量世界,随盛无量众生, 化新无量身相, 创立无量宗教, 宣讲无量法门。 到那时候,我们就彻底承认了, 一切宗教的教主确实就是一个真神, 一个真主,一个上帝,一尊如来。 师尊,在《华言经》里面说过, 一切诸佛神,为师亦发神, 一心亦智慧, 立无为亦然。 师尊,这段开始也就等于是告诉我们, 一切宗教的神圣都是平等的。 在佛眼里, 所有宗教的教主, 其实都是阿弥陀佛。 是同一道光明, 同一个智慧, 同一个悲心, 同一个法人。 吴云达斯, 在弥陀要解里面说得正好, 祝佛皆以弥陀为此。 我们到了极乐时期, 自自然然就体会到这个境界。 在连迟还会里面, 正是我们是下下平往生, 得到了弥陀四十八愿的价值。 我们一样都是阿弥陀佛。 换句话说, 我们的身心都得大自在, 都得到法身菩萨的受用。 智慧, 能力, 永远不会退转, 一直到我们久尽称佛。 而且, 我们生到极乐时期, 在还没有正在圆满的佛国之前, 社方时期, 只要哪一个地方跟我们有缘, 我们都有能力, 能够分身化身, 到那个地方去, 帮助众生, 去为众生, 献身说法。 那个时候, 不论众生喜欢什么宗教, 喜欢什么法门, 我们都能够把这些宗教法门, 讲解到究竟圆满。 那是我们讲经说法的能力, 帮助众生的能力, 说实在说, 跟祝佛如来, 没有差别。 这真正是不可思议。 所以, 极乐世界, 我们不能不娶, 真正发起大悲心, 真正发起自利利他的菩提心。 极乐世界是我们唯一的归宿。 阿弥陀佛为我们发了四十八言。 简单地说, 就是用尽量一切方法, 希望能够护持我们, 尽早利苦得乐, 让我们尽早一生臣服。 我们不能辜负, 我们不能辜负弥陀, 对我们的付出。 不能辜负世尊, 为我们多次介绍极乐世界, 为我们多次转述弥陀的悲悦。 真正想要往生极乐。 欧耶达斯教导我们, 往生的条件是要真信, 要真愿。 我们要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, 要信真有阿弥陀佛, 相信阿弥陀佛为我发了四十八言。 每一愿都是真的, 这也是信。 然后我们要立定之愿, 立定之想, 发愿往生。 一定要往生极乐, 一定要去亲敬阿弥陀佛, 这就是愿。 我们有心, 有愿, 就一定会念佛往生这条件, 就去做了。 哦, 关于念佛, 我们如果是促修, 平常, 又工作, 任务繁重, 没有很多的时间念佛。 那么, 我们可以每天, 早晨起床后, 就念慈善阿弥陀佛。 晚上睡觉前, 也念慈善阿弥陀佛。 每天, 不可以去哭。 渐渐地, 念佛就养成习惯。 一有空闲, 最好心中就能够提起这句佛号, 让他不要简短。 欧耶达斯, 教导我们, 心愿之灭, 定神, 极乐。 希望, 我们都能够, 不辜负, 本师师尊, 对我们的期望。 不辜负, 奢放祝福, 对我们的劝勉。 今生就到极乐时期, 做弥陀的弟子, 一生元臣佛道。 今天, 非常欢喜, 与大家相聚。 祝福, 在座的诸位, 父会增长, 发喜充满, 敬满元臣, 同生极乐, 光瘦无量。 祝福, 世界, 多元宗教, 团结互作, 回归教育, 互相学习, 共同造福人类。 大家都是众神的使者。 祝福世界, 安定和平, 永续繁荣, 甚是大同。 谢谢大家。